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補健食法每日兩粒,進階食法每日八粒 健康四小補可以令環症細胞自滅,阻止擴散,抑制環症基因活化及預防病變 好,歡迎收看外星超文明 照舊所有網友記住Facebook,Youtube,訂閱,追蹤,讚好,留言,支持我們兩個 我是駱哥哥 是的,他是曬黑了的駱哥哥 我是產妹妹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科金系統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講得好,就可以支持一下我們 記住支持我們,因為我們做資料其實是最花時間的 是的,很花時間的,所以一定要支持我們,要不然做不下去的 另外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停了一個星期 一來,上個星期我們就要搬新這裏新環境 我們都要適應,第一要搬新辦公室 第二就是,我去了七天泰國 看到我,剛剛閃下機 看了幾個 剛剛閃下機,今天就回來看了錄東西 所以掛著去玩,不過其實不是只玩的 我是預工作於娛樂的 不過怎樣也好,不在這個節目裡說 要看的去產美可樂看我,我會詳細介紹 好嗎?OK,好,今集 之前經常講完那些石頭啊,棺材啊 悶到,悶到你嘔氣 要是說好一點,說天氣都OK的 OK,今天我答應你,今次講人物 哦,那也好 達文西懂不懂啊? 當然懂啦 有沒有看電影啊?電影都經常拍的 有啊,經常都翻拍 其實何謂達文西密碼呢? 他又跟外星超文明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那個人是有少少與眾不同的 沒錯,怎樣呢? 可能大家人,大家都知道有達文西這個人 嗯 但究竟他有什麼值得探討這個人 有什麼那麼神秘,有什麼那麼古靈精怪呢? 嗯 我現在就跟大家試一下分享一下,好嗎? 好,看看第一張照片,達文西的樣子先 第一張照片 好正常一個畫家 正常一個什麼,好像藝術家 是,畫家 好,那我現在開始講他的生平先 初初這一節我先講他的生平先 之後再講他的作品,好嗎? 喏,2011年 那麼近? 2011年,啊? 2011年? 為何關他事啊? 他死了五百幾六百年的 是不是啊? OK,2011年2月24號 穿梭機發現號 就跟這個國際太空站對接 那麼這個對接呢 就是穿梭機做什麼呢? 就是上去運一個機械人 叫做R2的機械人 上去這個太空站 就做這個做事啦,當然是 OK 這個R2是怎樣的呢? 大家看第二幅圖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R2機械人 2011年的產品 OK 那麼有什麼特別呢? 2011年有這樣的東西很平常 是的 是不是啊? 再大隻一點 再先進一點 也有啦 但是這個機械人 是達文西的藍本來的 是他所創造出來的 只不過在當時 他創造這個機械人的時候 因為沒有那麼多資源物料 就做不到 等等我沒有理解錯 就是你意思是說 這個機械人的設計藍本 設計藍本 是幾百年前 幾百年前 是達文西所創造 只不過是當時沒有這樣的科技 去配合到他的設計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設計出來呢? 沒錯啦 那你說他是不是很厲害呢? 是 我有點驚訝 OK 那麼他所有的作品 例如所有東西 都影響後人 OK 就是他的高智慧 和他創造的範疇 的廣闊度 嗯 他不是說只是某一兩樣 譬如你唱歌 跳舞一定會厲害 嗯嗯 做戲厲害 又未必懂得做主持 嗯 很少好像我們這樣都行 就是講笑這樣講 就是大部份人都不會說 各樣都厲害 通常最多就是三兩樣 對 但是他是各樣都厲害 他厲害在什麼方面呢? 嗯 他說啦 雕刻啦 機械設計啦 幾何光學啦 解剖啦 地質啦 各方面他都是非常超煩的成績 十項全能的 是啊 嗯很誇張 很誇張 其實他很想知道他小時候 和我們正常人的小時候 是不是有什麼不同 沒錯啦 現在我就想跟大家說 究竟他這些所謂的智慧 或者這樣的這麼厲害的天才 嗯 究竟他真的是自學啊 嗯 有人教他啊 還是在一些特別途徑 而去令到他領悟到一些東西呢 嗯嗯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他 究竟想一想 為什麼他這麼有想像力 他的腦筋究竟 是不是就是這樣自己想出來 這麼厲害 嗯 好嗎 好了 講一講他的出生先好嗎 嗯 1452年4月15號 那麼呢 達文西呢就是出生在這個意大利 佛羅倫斯一個小鎮的來的 小鎮來的而已 叫分期 嗯 OK 那麼呢 他父母呢 就是沒有結婚的 即是沒有正式結婚註冊的 那所以呢 嘩 這麼前衛 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當時在講14幾年的時候 我不知道當時的意大利他們 不過當時應該是 宗教是天主教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我沒有記錯 是啊 那些時間應該都是 可能他們宗教方面比較 有些保守一點 不過待會我們再慢慢講 看看是不是有些這樣的關係 嗯 就是因為他父母 是沒有真正去做登記註冊結婚 嗯 不代表他們兩夫妻 即是不代表他們是私生子 不是啊 只不過他們是沒有去做一個 可能因為以前可能是 我們結婚就結婚咯 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OK 總之他就沒有正式去 可能跟教會 或者是政府部門去做 正式的登記註冊 嗯 所以呢 他所有的貴族學校啊 都不收他 因為他沒有戶口 沒錯 即所謂可能說 他們沒有戶籍 嗯 是啊 他厲害就是厲害就是厲害 他沒有讀 他沒有入真正的學校讀書 他十九年 他年輕時代的十九年 即是出生到十九歲 嗯 是沒有讀過 即是沒有真真正正去讀過書 全部是智學的 智學成材 是啊 他花了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在這個郊外去遊玩 但他不是真的遊玩 他是譬如 見到一棵樹他也要研究一下 見到一隻蟲他也要研究一下 見到一塊石頭他也要研究一下 就像我這樣見到一塊石頭 我也喜歡研究一下 你只是研究石而已 是啊 我喜歡研究石多一點的 是啊 那你想一下 但是他喔 他的智慧和他的學識 是不差過那些 真正在貴族學校讀書出來的不得之 而且超越他們 是啊 那你解釋給我聽 究竟是不是一個普通人 你如果不讀書 你可不可以這樣呢 你覺得自己 我讀了書都不蠢 我可不不讀書 是啊 你不讀書更大 是啊 那就是 那你說他是不是很堅 我覺得他會不會有師傅去教他 否則他很難一個人可以 即還要連老師都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全部自學的 不過這樣 他年輕的時期 大概十四五六歲左右 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跟隨了一位很有名的藝術家 真的有師傅 他學藝 就是這位人家 這位人輕 大家看看第三張圖 這位師傅叫做什麼 叫做韋羅基奧 學畫畫 哦 畫畫的 所以自從那時候開始 其實他畫了很多很出名的 例如有一次 有一集我跟你說 很多蛇那個叫做什麼 很多蛇 頭髮 頭髮很多時候叫什麼 哦哦哦哦哦 美道沙 對美道沙 沒錯美道沙 他畫了一副美道沙 他拿回家 給他爸爸看 他爸爸嚇到彈起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畫得像 他爸爸以為看到一個是真的美道沙 哦太像真 太太像真 他很厲害 畫得很漂亮 很像 自此他爸爸已經知道他很有天分 所以繼續跟他學 不過在他和師傅學藝的期間 最出名的有一幅畫 這幅畫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是知道他福夢樂麗沙 當然這個遲些會講 下一節會講 先講了他第一幅 第一幅成名作 還是十多歲的時候 十幾歲 還不是他自己一個個人的手筆 是跟師傅合作畫出來的 哦哦哦 OK 這幅畫的名字 就叫做 這幅畫的名字 這裡是 這個叫做 聖領報 聖就是聖人的聖 領就是領先的領 報紙的報 叫做聖領報 這幅畫就是他們兩師傅合作的 大家先看看那幅圓著 先看了一個圓著 第四幅圖 你看到左邊 左邊就是有個天使 右邊那位就是聖母馬尼亞 那這幅畫的含義是什麼呢 就是說 天使就從上面下來 就跟聖母馬尼亞說 你將會懷有上帝的意志 即是耶穌 處女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很簡單而已 很簡單的一幅畫 但是呢 其實他除了天使之外 所有東西都是他師父所畫的 他師父就order他 我就畫了這幅畫 你畫畫這麼厲害 我現在就考考你 你一幫我畫一隻天使 你只是這樣畫一隻天使 只有一隻天使是達文西畫的 沒錯 這樣也沒有那麼特別 你有你畫聖母 我有我畫天使而已 不過後來在1989年 1989年 很近而已 很近而已 1989年 你知道啦 但不用那麼出名 有些科學家 或者所謂專家 就將他所有的作品 全部深入去研究 拿來研究 拿來研究 發覺這幅畫 最特別之處是什麼呢 如果在X光機之下 會出現什麼情景 大家看看第五幅圖 即是天使就會消失了 天使就會消失 天使就會消失 這麼神奇的 那就是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達文西這個人 最喜歡將一些所謂秘密也好 一些暗語也好 藏在他的作品裏面 這幅他第一幅作品 就已經藏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即是說他不是偶然的 他故意 但為什麼他要畫一隻天使消失呢 能夠消失呢 還有他用什麼顏料 還有他用什麼顏料呢 是的 據那位專家 所謂研究這幅畫的專家 就是他用了一種 和他平時所有畫家都不是慣常用的顏料 他是刻意混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物質下去 當然我不懂 因為我不懂畫畫 總之是混了一些 他是故意混了一些 一些特別的物質下去 令到那隻天使會消失 即是他畫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知道 絕對是 如果放在一個之後叫做X光機的地方 天使會不見 可能是 我不敢肯定 因為在說一四幾年 是的 為什麼 但是總之他是一個 因為這幅只不過是我現在將會介紹的畫 其中一幅 這幅是最輕奇的 最輕奇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想一想 就是他從十幾歲開始 就已經將這些所謂的達文西密碼 就已經搞這些東西 十幾歲已經開始 是的 究竟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要搞這些東西 正正經經說 那幅畫不好的 是要搞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想連他師父都不知道他 曾經繼續做了這些東西 絕對是 他師父都真的不知道 如果不是就不得了 一定會叫他繼續 因為如果讓他知道 可能會叫他繼續合作 繼續合作 但是他只是合作了這幅 是的 明白 這一幅就是達文西第一幅 所謂 所謂 驚天動地的一幅畫 其實他還有很多 成名作 所謂 因為這幅是他跟師父唯一合作的一幅 所以這幅比較特別 但是他為什麼要令到天使消失 是啊 所以大家要想想 有什麼合意 我們現在這幅畫先講了 不過接下來還會有的 我們繼續講其他東西 嗯 在這個 他除了畫畫之後 在1476年至1478年 這一段期間 他的所有筆記也好 紀錄也好 這段期間 是完全空白的 哦 人間蒸發了 人間蒸發了 沒有人知道 包括他的父母也好 周圍的鄰居 朋友親戚 什麼都好 總之 幾年了 所有人 1476至1478 其實就是三年左右 三年 前後三年左右 三至兩三年左右 七六七七七八 未必是跨足一年 可能兩年三年 這段時間 他是完全消失了 沒有他的消息 沒有作品 即是連他家人都找不到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處 但是後來 在他的筆記裏邊 就記錄了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 有一天 有一天 他去到一個 佛羅倫斯附近的一個森林 嗯 那就說 他 有個動員 有個動員 要發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那他就走進去 但是他就發覺 進去之後 好像一個時光隧道那樣 嗯 就可以去到過去 亦都能夠去到未來 之後他回到來之後 即是兩年多回來 然後回來之後 他就脫胎換骨 所有事情他都好像 完全是 不是兩三年前的自己 所有的創作 所以現在任督而密打通了 是啊 沒錯 他創作厲害到什麼呢 他發明了第一部自行車 雖然那部自行車 不是好像我們現代這樣的汽車 但是一部可以不用 可以自己都懂得動的車 嗯嗯嗯 發明了坦克車 直升機 潛水艇 還有很多重型的機器 大型的複雜的機器 機械人 去完那個山洞 玩兩三年 就可以發明到那麼多東西 嘩好誇張啊 我很多問題想問 沒錯啊 我知道不夠時間 好下一節回來再說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要不意 Caroline 對一隻洗頭水 驚 20